那裏有十七萬了 我想知道現在有什麼事 我想知道有什麼我賭 你不要跟我說不知道 我不是不知道 你當我現在很有空 你想想那個騙過後騙過後騙我幾萬元 你又騙我十幾萬元 是 我 有些分別跟騙 他不是一直拿去賭 他不是輸了五十幾萬 你現在又輸了二十幾萬 我不知道另外又輸了多少 有些人多了 我自己輸了三十幾萬 那現在怎麼辦 你當我現在很難搭水 不是 我當你朋友才只給你那些錢 現在你給我走交往去拿去賭 我知道你當我朋友 我也很對不起你 說對不起有什麼用 你說我幾千萬幾億的窩家 不在意你幾十萬 我說我都不是呀 你老母 我明白 你怎麼明白呢 你現在拿回十幾萬 我就起碼要鬆動一點 你老母那邊還欠人十幾萬 我是不是你人家賭錢的 我早就跟你說了 我是不是你人家賭錢嗎 我知道 你知道 那你還賭有什麼好賭呀 屌你老母 我都不敢敢去賭呀 我說了好賭多次啦 那隻股票 我賭之前我買的那一陣子 我都找了錢我才拿去賭呀 屌你老母現在又要這樣 又是那十幾萬 我明明第二天又要賺點錢 又要賺多十幾萬回來 屌你老母那邊那麼多方法賺錢呀 你現在就找你爸爸 找你媽媽 找你哥哥 那什麼都好啦 我找緊啦 我都跟他說了啦 那什麼時候有啊 你給我答案啦 我都不知道 我都找緊啦 屌你老母我真的很頭痛 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你可以這樣做呀 其實你是怎麼冷靜 屌你老母跟你說也沒有用 那些人過得那麼不冷靜 不拿去躲得不冷得呀 屌你老母有時候對著你很煩的 那個人走高了十幾十萬 不要算那個三萬五萬 不算你那些十七萬了 屌你老母我上幾個月而已 我沒有人說出來而已 那個人又走高了二十幾萬你老母 你老母明不明呢 你有說 那就是啦屌你老母 屌你老母 哪裏有這麼多錢呀 然後我第二天就找回錢 你們給我拼上去躲得多什麼東西呀 有多少人不行呀你們 你們是不是 是不是按鈴鈎的呀 為什麼每個人都要對 我不明白有什麼好賭 屌你老母 你想想你不能去躲 那十幾萬我都是周轉 都不能同啦 屌你老母 是不能是呀 你自己想想想我多過二十幾三十萬 我想也不能同啦 那怎麼辦呀 你計算數出來哪裏只有十幾二十萬啊 現在 有數未找的 你明不明呢 你自己計算數吧 又是這樣 拍片那個最後又跑掉了幾萬元 又是我找的 現在你又跑掉我 我又要找給別人 我找完這一邊還要找另一邊呀 加上加上我要收成二十幾萬啊 我真的想知道有什麼好說呢 和你之間 其實都是那句的 我不信任的 為什麼騙到我的錢呢 那你做到啦 Jeffrey現在 你做到啦 是想這樣的 你們的結果 告訴我就是想這樣而已 由你拿去賭那一刻已經有問題啦 我在這個裙子裏面 屌你有沒有個個私人跟我說自己好不定 OK我都沒問題 我借幾千元給他搞啦 我給了幾千元就拿去吃飯呀 屌你老母 轉個頭再說我都輸了 不是我拿到幾千 大哥我真的不能生金礦呀 大哥 大哥 我覺得好人頭癢呀 對著我對自己的錢人 明不想明呢 好人多地方要用錢呀 每個人都叫我幫 那哪人可以幫我呀 屌你老母 兩個禮拜前就走夠我三萬多元 兩三個月前又走夠有二十幾萬 現在十二月呀 又沒了一十幾萬呀大哥 我想 想辦法 籌給你 什麼時候呀 上幾個都要跟我說呀 一個人發覺一個人不認識了 最後又不認識了錢 怎樣籌給我呢 籌賣賭就不會借我錢去賭啦 自己籌賣賭去賭啦 怎樣籌賭呀 難聽一個憑什麼人籌給你呀 誰會借給你呀 我想說啦 我借給你那個借賭給你啦 不過我這麼懶惰的 只有我這麼懶惰的 在疫情的時候 每個人都這麼懶惰的 我借給其他人 我借給其他人 我幫我這麼懶惰的 沒有人幫我呀 其實我到今時今日我真的不想明白了 我為什麼要幫你們這樣的所謂人呀 什麼所謂朋友呀 其實我不能有朋友這樣的事 我早就犯了一疊啦 屌你啦好嗎 一個人都叫我幫 你去籌錢啦 什麼東西都好 我不能想聽到你的聲音了 我不能想見到你啦 屌你有沒有我每次找到一個新的地方呢 好像找到錢的地方 屌你有沒有領養了我的錢 又跑掉了 然後又想一下 怎樣一填數 大哥我要填出來的 我沒有錢填的時候 我為什麼要賺錢呀 你老母 好難生夠苦呀 好難累的做人真的是 每個幾個星期一個月 說到這樣的事情 我都不求有什麼好消息 你老母 每次都說是消息 我只是想靜靜的做人 大哥 不能行的 現在的情況跟以前打機有什麼分別呀 打打機的人又說 你老母 又吵你老母 然後現在又不一樣啦 現在好像每次 每次叫身邊的幫手呢 我一定有事搞的 當然我也是我的呀 唉 吵你老母 真的沒什麼好跟你聊呀以後 好累呀 讓我想辦法籌回你的心 抱歉 抱歉 算了浩文 你幫我不了啦 還是那句 唉 這個世界都沒有人幫到我 永遠都沒有人幫到我 唉 唉 開心蠢呀 玩玩八家羅呀你 哈哈哈哈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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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 喂 賭不是問題 屌你 你自己拿自己的錢賭呢 我覺得沒問題 你拿我的錢賭可能有問題 對吧 即是現在你們discord幾百人 我不讓你們賭不賭 其實我不介意你們賭的 你不要拿我來賭就行了 不知道大家不要看朋友遊戲啦 哈哈 我最近看完朋友遊戲之後呢 我終於明白原來這個世界上 又比錢更加重要的東西 就是朋友呀 作為黃昭園曾經的朋友 我怎會不關心他呢 在6月24號 他又上傳了兩個story 哎呀搞不定呀 負債累累呀 越來越想跳 星期又還兩千 明天又還一千 再努力做事都是清不到 越做越細 日日都要想錢 今次就沒辦法了 還要爆破了 其實都要做這一天 但是真的不知道怎麼解決 說真的 其實我怎會想黃昭園死呢 我見到他可以每個星期 賺兩千元還 然後隔日又還一千 其實我也不知道多開心 原來他這個人有錢還的 原來他這個人有做事的 哇金相俊 如果黃昭園看到這段片 我希望你不要死 我今天 拍這段片 就為了慶祝他的生日 6月29號 生日快樂 我希望呢 你可以 活到老做到老 這個就是我最大的心願 反正都是一不做二不休 我又把那些人欠我的錢 貼了出來 反正我就算找人收數 都要時間 喂 虧都虧了利息 是不是 如果你是他的親戚 朋友 家人 還是兄弟 還是伴侶 如果你看到他的話 不妨他還錢 你說他不想還 都不要緊 你有本事 就一輩子不要還 現在這段片 只是上半部 下一段 我們會跟大家 詳細分析 怎麼解王超人這個人呢 會去做今時今日 爆煲這個位置呢 如果想知道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按下一個鈴鐺 每次找我借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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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你媽媽借財仔落我的電話 你沒什麼事吧 你醒了他 誰要找你借錢 今年才借你是不是